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有一根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半径为R 有均匀的电流I通过它的界面 如下图所示 这是一个圆柱导体 半径是R 它这个界面上面有均匀的电流I 现在我们要求导体内部跟导体外部 任意一个位置R 我们用P点来表示 这一点的磁场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比如说它要求 这是什么问题 有电流的分布 要求磁场 对不对 那我们学过什么 我们学过Build Savalo 就一条细导线上面 有电流的话 那么这个周围的电场是什么 Build Savalo 可是这个不是细导线 这是很粗的一根导线 半径是R 所以 不能用那个 你要用那个的话很麻烦 因为你要在这个导线 要取一个导线的一个基数 这个基数就是一个细细的一个圆柱体 然后你要积分 要这个周围要积分 很难积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因为这个电流的分布 是具有对称性 这是什么对称性呢 它是一个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对称就是说 以轴 这个轴 为对称轴 同一个半径的地方 电流密度 都一样大 它是均匀的 当然都一样大 所以有均匀分布的一个电流密度 我们可以用安培定律来求磁场 这是第二个方法 安培定律 好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 那你就看看这个左边这是什么 左边这个就是说 我在空间任意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这个磁场 圆着这个路径 做环场机 Closed Path Integral 它的值要等于 Muling这个常数 呈上I and Close I and Close就是说 我这个封闭路径内部的 穿过这个封闭路径 所形成的这个面 凡是穿过这个面的电厂都算 这个静值 电荷的静值 电厂的静值 有往上流的 也有往下流的 可以加加减减 那现在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封闭路径 你也是要做的 有用才能够积分 随便做的话 都没有用 比如说我也可以随便画一个面 那么这个面上的 这个磁场的黄产机 还是等于这个 没有错 可是因为你任意画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不能够积出来 现在我们做一个半径为R的 一个跟这个同轴的 跟这个以轴为圆形的 这样的一个封闭路径 取一个半径为R的圆形封闭路径 圆形在圆柱上面 圆柱轴上面 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现在看R大于大R的部分 这个比较大 OK 你站在这个路径上面的任何一点 我叫你往里头看 你看到什么 你说我看到一个无限长的导体 里头有电流 均匀的分布在导体的界面上面 因为每一个点 所看到的电流分布都一样 所以这些面上任何一点的磁场 都是常数 对不对 磁场都是常数 就是说B呢 是一个常数 B是常数 好 那么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可以用右手螺旋顶 在我们上次的例子里面讲过 电流是这个方向的话 它电力线就是这样的弯曲的方向 小拇指弯曲的方向 我们一项习惯用法就是把大拇指当作是Z轴 那这个方向呢 在圆柱坐标就是Fi Fi坐标 OK 好 B是常数 然后在这里我们取DL 取这个路径的基数 路径上的基数一定跟路径要平行 平行的话你可以 比如说这一点 你可以这样平行 也可以这样子平行 那我们取DL跟B场平行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带到这个 式子的左端 B呢 跟DL平行 对不对 就变成BDL B是常数 可以拿出来 DL的积分 其整个环压机就是2πR 这是左边 右边是这个 Ion Close是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面里头钻过的电流 那全部的电流都从这里钻过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 跟这个相等 就得到B 这个是B乘2πR等于μ0I B就等于这个 所以B场呢 就是这个 这是R大于大R的时候 你看这个值跟什么一样 这个跟无线长的细导线 上面有电流的时候 距离它R远的地方 所产生的磁场一样 上次我们用Build Saber Law 求出来 对不对 所以也有这个 结果是一样 因此我们就可以 以后可以把这个当做是一个 不止这一个例子 因为以后还有例子 也可以证明 有这种现象存在 所以 从 就是说 无线长圆柱导体 所带的电流 具有圆柱状对称性分布的时候 在圆柱外面任意一点的电厂 可视为所有的电流 集中于轴上的时候 所产生的电厂 这个 你回去 好好地把它 想通 那么R小于大R呢 就是画这么一个圆 半径R小于大R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得 左端是这个 跟前面的道理一样 那右端呢 右端 你看 I and close 穿过这里的 并不是所有的电流 就一部分电流 那么这个电流呢 我们可以写成 J.DA 对不对 好 那么 里头的J是什么呢 J 就是电荷密度 因为电荷密度 它是均匀的电流嘛 电荷密度是一样 那就是全部的I 被π大R平方来除 带出 那DA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DA就是这个围层的面积 这个面积里头取的一个DA 方向也是 如果这个用Z表示的话 它的方向也是Z轴 于是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Mulein I and close 就是等于这个字 你看 Mulein拿出来 这个平行嘛 然后把J拿出来 就是这个常数嘛 DA DA就是π小R平方 这个积分嘛 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B厂呢 我们左边等于右边 那就是B乘二排R 要等于这个 就是B乘就等于这个字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 这个这样的电流分布 在R小于大R的地方 磁场是这个 磁场是这个 大R 小二大于大R 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 螺线管的磁场 螺线管 长螺线管 像这样的一个圆柱体 它只是一个轮廓而已 里头不一定要有东西 好 那么 如果我们在它的外面 绕了一圈又一扎 一扎又一扎的这个电线 于是形成什么呢 就形成一个螺线管 里头是空的 那只有这个电线 而且这个电线 其实它是离得很近 我这个画得比较稀疏一点 这叫做螺线管 什么叫长螺线管呢 就是说这个长度L 远大于这个界面的半径 或者界面的直径的时候 L远大于这个直径的时候 就叫做长螺线管 线管 那么它一共绕了 N扎的电线 那么它一共绕了N扎的电线 每一扎的电线 電線上面的電流都是I,這是界面積A 這個叫做螺線管 L遠大於直徑的話,叫長螺線管 螺線管叫solenoid 我們現在要問 這樣的一個電流分布,在空間產生的磁場是什麼? 要做這個 要做這個問題啊 我們就想啊,你能不能用buildsavalo求磁場呢? buildsavalo就是要積分的 把這一扎一扎順著這個方向積分 那還得了,那怎麼積啊? 所以那個不好積 好,如果要用安培定律的話呢 安培定律的話 那你要做一個封閉的路徑,對不對? 那這個封閉路徑也不好做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一看 像這樣的一個螺線管 它的磁力線是怎麼樣子的 磁力線,OK? 磁力線 假定就是它的電流是這樣子流 你用這個安培定律 它磁力線是這樣的方向 從任何一圈 它從這裡進去,對不對? 也有這樣子出來的 也有從這裡出來的,OK? 我這個畫得好像不清楚啊,看不清楚 這應該就是從這邊進去,這邊出來 這邊進去,這邊出來,這邊進去 這有一點畫得不太對了 像這樣子的 那這裡我們就看著一個狀況,就是 它磁力線一定全部都經過這個螺線管的裡頭 你看,這裡全部都通過它 然後呢 就是你外面有多少雜 裡頭就應該有多少雜 因為它磁力線是封閉的,對不對? 封閉的 好,那現在我們看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這外面不用說了 你這個磁力線相距遠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磁場就小啊 這個距離比較近,磁場就大 到這個裡頭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的磁場都不是均勻的 都不是均勻的 但是我們把眼睛看到這個地方來 中間,靠中間這裡 你看這個磁力線啊,我這畫得不好啊 看起來好像都是等距離的平行線 所以我們就 就是說,在靠中間這一點點的地方啊 中間這一部分的地方 磁力線我們可以,磁場可以當作是一個均勻的磁場 均勻的磁場,OK? 我這裡,我都用話講過了啊 好,這種磁場可以用 就是因為當中是一個均勻的磁場 均勻的磁場的話呢 因為它是在這個裡頭啊 我們就可以當作是一個圓柱體裡面的磁場是 是均勻的啊 好,那麼現在我們就用安培定律 因為這裡是一個 比較均勻一點啊 就好像我們 它的磁場是均勻 磁場均勻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呢 就可以啊 想辦法用安培定律來解決 那我們現在重新畫一個 這是螺線管 打點的地方就是電線從這裡流出來 從這裡流進去 這裡流出來,從這裡流進去等等 靠當中一部分我們是故意把它放大 其實這個距離很短啊 就是螺線管如果這麼長的話 它是當中一點點 我在這裡做一個 做一個封閉路徑ABCD 那現在呢 我們看這個就是 磁場圓著這個封閉路徑的環場機是什麼 我計算這個 可以?計算這個 好,那麼這一段路徑啊 這一個封閉路徑啊 我們可以分段來看 這個地方的磁場 AB邊 我媽媽呼呼把它當作定值 因為剛剛我們說它是一個等距離的 對不對? 好,不但是定值 然後在積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取DL也是圓這個方向 平行的方向 好,CD邊呢 我們說磁場啊 跟裡頭比起來可以算是零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磁場 這個地方的磁力線 外面的磁力線 兩條距離很長 這個地方都擠在一起 對不對? 不是說這裡沒有磁場 這個磁場跟這個比啊 小的太多太多 所以當作是零了 跟這個地方的磁場比就是零了 然後還有呢 B,C邊跟DA邊 B,C邊裡面 它又分成在管外 就是管內 管外的話呢 就跟這個一樣 B長等於零 管內的話呢 因為還是在這一段距離裡頭了 所以它的磁場還是圓這個方向 不過磁場圓這個方向 可是它的積分路径是這個方向 互相垂直 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零 這個磁場朝這一邊 積分路径朝這裡 所以是零 因此我們就把這個積分 分成三段路 四段路径的積分 四段路径的積分 四段路径積分裡面 只有這一段存在 這個積分都是零了 只有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因為它變成平行 所以變成B乘DL 那B呢 是長數拿出來 就變成DeltaL 那麼 μ0 iEnclosed iEnclosed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一段的 就是這一段的 這個封閉路径 圍程的面裡面 有多少電流穿過 因為它N就是每 單位面積 N不是 N就是總共有 N磁 它總共的長度是L 所以單位長度就是N over L磁 然後乘上DeltaL 單位長度的磁數是這麼多嘛 你現在有這麼長嘛 對不對 那每一磁是I嘛 所以 這個值就是這個 然後 左端等於右端 左端等於右端 那就是 左端就是這個 B DeltaL 等於右端 那DeltaL跟DeltaL約掉了 那就是 B等於 μ0 N over L 乘上I 那我們現在把 N over L 當作是 總渣數 被總長度來除 就是 單位長度有多少 渣的電線 用小N來代表 因此 B呢 就得μ0Ni 那麼 要注意啊 這個結果很重要 要記起來 以後常常用到 但是它 就是嚴格說起來 它只能用在 長螺線管當中的部分 如果你是 螺線管很長的話呢 當中的部分可以用 很短就不能用 但是以後啊 我們幾乎啊 不得已啊 就把 螺線管裡面的磁場 麻麻糊糊糊 當作是這個磁 因為這是不得已 因為磁場啊 你就是沒有辦法 精確地知道它是多少 OK 我們知道這個 近視值也不錯 你精確的 沒辦法曉得 真正就是有這個缺點 最後看一個 螺線環的磁場 這是一個輪廓 這是一個輪廓 這個環狀是一個輪廓 那我們在這個輪廓裡面 繞了一扎又一扎的電線 那麼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螺線環 裡頭是空的啊 只有這個電 電線的電流叫螺線環 叫Proid 我們現在要問 當這裡有電流的時候 那這三個區域 這個第一個區域 這是第二個區域 還有外面是第三個區域 這三個區域的磁場是什麼 好 我們現在呢 也麻麻糊糊地用 安培定律來做 因為這個 Bio的Savalo 沒辦法解 我們用這個安培定律來看看 我們首先就研究一下 這個螺線環的電流是這樣 這裡流出來 從這裡流進去 再從這裡流出來 從這裡流進去 好像是這個樣 我們把它 從這個破面來看 那麼我們發現呢 這個時候它的磁力線 磁力線 你單獨看一個 單獨看一個 看這一圈 我們用右手定折 電流是這樣 磁場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磁力線呢 這是這樣子的 這邊是這樣子的 OK 當中是這樣子的 這個也是一樣啊 啊 那這個 靠這一邊呢 是這樣子的 靠這一邊呢 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很密集的話呢 我們就發現了 它這個 這裡頭的磁場 把它磁力線畫出來 可以當作是這樣子的 一個環轉 這裡也是一樣 也可以當作一個環轉 因為它是這樣出來的 所以這個磁場是這個方向 這個呢 是這樣子的 所以磁場也是這個方向 當中的磁場是這個方向 OK 我們現在看路徑1跟路徑3 1跟3 你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 裡頭有沒有電流啊 沒有電流 這個路徑呢 所穿的面有沒有電流通過啊 有 出來的跟進去的相等 所以電流的淨值 還是零 所以這個是零 因此呢 我們就說 你這個外面 不管你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這個是零啊 所以這個B場 我們就是零了 這個外面跟裡頭的磁場 就是零了 我們外面比如說 你畫出來 它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的 不是這個磁場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個也是這樣子的 但是因為 環產機是那樣子喔 它是裡頭沒有電流啊 所以是零 路徑2呢 這個地方呢 那我們就去看 它的磁場是朝這個方向 朝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那麼 因為它所面對的這個 電流都一模一樣 你看都是幾乎都對稱 所以這個地方的磁場呢 可以當作是一個定值 同樣一個半徑 同樣一個半徑的地方 這個磁場應該是一個定值 那麼我們再去DL跟B場平行 B場這個方向 DL也取這個方向 於是這個積分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它的電流呢 電流就是這個電流 這個在外面沒有 這個電流穿過這個面 它總共是I 電流大小是I 總共有N渣 就是說它總共有N渣的話呢 那就是μ0Ni 好 於是 左邊等於右邊 就得這個字 B等於 μ0N over 2πR 乘I 那N被2πR這個路径長來除 那這個我們可以 媽媽呼呼當作是 這個螺線環的平均半徑 那這個就是 單位長度有多少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這個形狀 就是說這個形狀 跟我們前面螺線環的 這個磁場的形狀一樣 對不對 比較好記 但是以後我們要用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說 這個當中的磁場 因為 橫接面上的位置 跟R有關 靠近這裡是R比較小 靠近外面一點是R比較大 所以磁場不一樣大 所以磁場不一樣大 以後我們要用的磁場 幾乎都是用這個樣子的 這要記起來 所以螺線環的磁場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是管內 這個管內是這樣子的 管外我們就媽媽呼呼當作是0 這個是螺線環的磁場 這個結果要記起來 以後我們講的磁感應磁能的時候 用的很多 然後我們就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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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